日前国内首条中低速磁浮旅游专线 广东首条中低速磁浮线 清远磁浮旅游专线项目 施工进入冲刺阶段 广东清远磁浮旅游专线项目 全长约38公里 分两期建设 首期全长8.014公里 该条磁浮专线所采用的 中低速磁浮交通制式 相对于地铁轻轨 跨坐式单轨 新型油轨电车等主要城市 轨道交通运输方式 有着运维成本低 安全环保 曲线半径小 爬坡能力强等诸多优势 我们三月份有过来 我们一手抓防疫 一手抓复工复产 目前这是具备条件的工具 已经全部开始施工 据了解 清远磁浮项目土建工程 将于本月完成 九月份全线开始铺轨 预计在今年年底 实现主体工程全面完工 也许多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